综艺大哥大诸葛亮推出新专辑 主打歌似乎是对女儿谢金燕的真情告白 唱起歌来 难掩心中对女儿的愧欠与不舍 甚至在录音室时一度落泪 只说作曲老师 句句针对自己歌词写的好读 一身闪亮西装 综艺大哥大诸葛亮在舞群中演唱新歌 仔细一听歌词 字字句句 似乎是在对女儿谢金燕真情告白 嘴里唱着心里想对女儿说的话 现场舞群的伴舞也是相当有意境 舞者手里的大人鞋和铜鞋原本互相依偎 但是铜鞋渐渐长大 变成了一只燕子 不断地向前往远处飞 暗喻女儿谢金燕离开身边 唱了几句我就哭了 很厉害 他说 小燕吗 为什么 马亚的都铜鞋像在沾对我 会变得轻松的 像刚才你听我唱 就比较轻松 就不会哭啦 对不对 但是歌词太独啦 发片记者会上 好友陈亚兰带来一段VCR 卖关子说是女儿亲自录制 让诸葛亮好期待 现在我要跟你讲 你女儿竟然有录一台VCR 有哦 真正啊 他说你过来不是 我是你老婆 嗯 他说他应该是你女儿竟然 哦好 是说你女儿竟然 不应该 不应该啊 来我看看 满心期待 只不过 影片中的女儿 确实 感动谢谢你照顾 谢谢你照顾 你因为我是 我的老婆 我会铭记在心 发片顺利 原来是和诸葛亮合作电影 大伟卢曼中 饰演女儿的郭彩杰 送来的祝福 虽然真女儿没有现身 有些落寞 但是一提到女儿的杰出表现 倍感骄傲 我吓一跳 我有在等他 这是真的 我 我现在没有话跟他说 我在万秀珠王 我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我有在等他 但是最后就没有啦 没有就没有关系 他不错啊 他很棒 他红得不得了 迟迟盼不到女儿 诸葛亮收起满怀期待的心 只是对女儿的思念 永远不会少 新唐人亚太电视郭云开礼 一军台湾台北报道